逝去则尽 所以后学都鼓励大家应对凡尘都要逝来则应 逝去则尽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根据我们妙观至极平等性至 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声 全部都听妙观察至根平等性至的指挥来做 就叫做逝来则应 逝去则尽 就像尽自示来就显现 逝去就消失 它都不会在心中产生作用 我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声 已转成所作至 最后才转第八的阿赖耶时转成大元净至 大元净至性清净 就已经恢复到佛性本体 所以这个问的后学都不记得 9月25日在台南有讲到第八和第七时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那个详细的内容又中讲 这样了解吗 祝姐 您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